秀才一瘸一拐来到悬崖边 准备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 可不曾想当秀才跳下去时 竟然意外落在半山腰上 秀才站起身子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还有一个贴着符咒的洞口 此时洞口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秀才听完后动感害怕 正准备离开时 那女的声音说可以满足她任何愿望 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 在声音的蛊惑下 秀才直接破坏符咒打开了石门 只见洞穴里面布满了符咒 秀才见此情景以为这里封印着什么妖怪 于是当她转头想离开时 那女的声音直接叫住秀才的名字 女生的话戳中了秀才 于是她想也不想就把关押着女妖的盒子拿了出来 紧接着把盒子里的稻草人拿出来解开上面的红绳 只见稻草人飞出一缕红烟 钻进前面的画中 然后印出一个美丽的女子在画里 从这以后秀才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几年过去 当年的穷秀才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丁大才主 不仅得到了很多人尊重 而且还没人敢动得了她 与此同时丁府上的怪事也随即发生 工人在打扫卫生时 不慎发现丁府的密室 工人好奇地走进去查看 密室里杂乱不堪 房梁上吊着一些小动物的尸体 工人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静止走进这幅画像前 工人已经被眼前画里的美女深深吸引 当她想伸手去摸一下时 画里美女的眼睛竟然动了一下 工人顿时意识到大事不妙 想逃走但大门自己竟然关上了 工人害怕地转过头 却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她被吸进了画里 地上还掉落着工人的毛发 此时画里伸出两条大长腿 画里的美人竟然走了出来